状态不错 所以呢就是看看这个状态 能不能把 这种率给顶上来 这个比赛啊 就是说就首发阵容来看 北京队这个阵容里面 没有什么八一队特别害怕 对 就是八一队平时 你看他的比赛 他解决不了的 好这边比赛开始 北京队是拿到了 第一波的进攻球权 看一下啊 第一攻是刘潇宇先来控球 李淑豪借邱天的掩护 邱天打史宗豪啊 打不了 他根本不看框 他根本不看框 李淑豪基地带给邱天 出来 最后一秒投了 这真懂来信 对 刘潇宇左手的上来 其实这个球呢 前面刘潇宇和舒豪 都出现过控位的机会 但是也体现出他们呢 既是你可以说控制节奏 也可以说呢 他没有那么大把握 所以在外边呢 并不坚决 这赛季呢 八一的两个 就比较年轻的组织后卫啊 这个阿尔斯兰和郭浩文状态 都非常不好 所以现在这个首发是田宇祥 换防 换防 里边长林有一大一的机会 没给 错位了 小打大 拖 最后这个 你看小打大 许中豪防刘小宇 始终是退在后边 对 始终是退在后边 这是林淑豪阻挡犯规了 白一队呢 还是要全力的争取一些转换的机会 半场阵地啊 也不好打 对 第一位 这边叫许东豪 秋天的犯规 秋天每场比赛首发 打6分钟 对 1.5分 0.6分 实在点不高 最关键是豪先宁了 1.5分 有不了分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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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样的队数出来 昨天做度一下 根本不看光 因为他阳攻都没有 因为你比如说有时候 我虽然 我说这也是 比较稳的一个点 对 那我虽然最后不是我冲结 但是他至少会阳攻一下 对方会去分辨 这真的还是假的 对 秋天是根本篮都不看 对 刚才篮 旁边那个 老阿姨穿的和美娜同款 可以 许东豪 这是篮下 又造成了北京队的犯规 秋天手两次了 没关系 反正因为他就打6分钟 一会儿不用 也不是吧 今天少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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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节四 我比你先0.1秒反应多了 因为这个秋天是北京队里边内线唯一的高点 国内球员高点 唯一的 再往下就是朱燕熙了 朱燕熙 长林 第二阀算了 一是吹了北京队里边提前进线 到贴之后呢 行程挡拆 刘晓宇 起不来啊 哎呀 饿不进去 嗯 看一下林中豪底线的突破 最后一秒 好 长林 你看不到 赶上了吧 长林扔进了 本赛第一个三分 哎 嗯 今天啊 没上郭浩文 是不是 对 找半天 今天上的是 那个 罗凯文 罗凯文 对 好 阿姨队里边外线呢 也是随即投进相救 罗凯文 哎 命中三分 这他里边控球的是那个谁 田玉祥 控球是田玉祥 因为 呃 田玉祥一直是他控球的首发 郭浩文在场上呢 有时候打二 首发打二 后面有时候打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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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抢大了 哎呦 哎 哎 后掌球 长林这球也是觉得很遗憾 是 空间太小了 来看八一队 嗯 就是基本上都能够收到三秒区左右 长林投进第一个三分 赛季第一个三分 很兴奋 对 大家都很兴奋 后边 翻译王岚 高兴的 就是说很罕见 嗯 而这赛季呢 长林其实在 很多比赛里 篮下打得不错 嗯 他毕竟这个身体对抗是有优势 嗯 不好往里怼啊 你上来北京的这边犯规有点多呀 尤其两个内线 如果犯规多的话 今天比较难办 已经四次了 对 没猛再转 底脚 好球 漂亮 就分享的非常棒 漂亮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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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运丢了 没杀住 嗯 看下这抛头 没有 推的富豪 这边篮板球犯规 阿姨队呢 相对来说 他今天轻松一点的呢 就是说 嗯 他的后场篮板球保护 没有之前那么吃亏 对 啊 因为 嗯 他平常经常保不下来 保不下来 他推不起快攻 对 只能去半场阵地 半场阵地呢 就没有绝对的 就是强得分能力啊 强攻 林书豪 嘿 哎呦 哇 这一下 听着都疼啊 是 啪一下 摔地板 人家手刚呢 就是说 打得非常小了 对啊 打得现在 手刚最大的问题 就打得太小 因为 开场是没有空间支持 嗯 虽然说制造了反规 但是这球就显得很酷 林书豪打一 方硕打二呢 那明显好一些 对吧 这是不是 这俩人也都习惯呀 对 明显好一些 林书豪的第一发有了 实际上他现在这个阵容 是小雨打一 书豪打二 对 现在 对 刘小雨是 刘小雨打不了二 对 只能打一 所以首发这个双后卫 林书豪是占二 嗯 方硕打这个第六人啊 也是考虑到这个 板凳席上得分的问题 哦 二优啊 全场 嗯 差点 哎 罗凯文底线的突破 不豪 哎 没放进去 这个啊 就是显出来 没有展小串的 是 烈士了 对 要不然的那个点 准是展小串把蓝球拿掉 林书豪突进来 好球 网易对像这种丑啊 这些女人的防守选位啊 还是 你说呢 他判断 没那么坚决 原防 我一直啊 就是刚才就 没那么坚决 因为这种时候 对方完全没有空间知识的情况下 你让林书豪去抖他的 抢手右手突进来上篮 这个就是说 我觉得 作为主教练是不容易接受的 对 作为大致来说 是吧 嗯 好 这个第一届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时间呢 交给娜姐 好的 有三件事情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件事情呢 是关于我们的特步 特步由云四 林书豪 PE版 全面上市 各类配色 同步发售 欢迎大家前往 特步各大门店进行选购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直播汪 敢梦敢当 CBA正式跨入第25个赛季 新赛季的CBA 承载着更多的希望和努力 当然也注定会有更多不平凡的故事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微信直接搜索 直播汪即可关注 这里有CBA台前幕后的故事 同时也能提前知晓 各类比赛的场次 也可以欣赏不一样的MV 以及海报 最后一个呢 是关于我们的腾讯CBA CBA常规赛火热进行中 欢迎大家微信搜索 并且关注腾讯CBA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回复我爱CBA 参与活动 将有机会有精美的礼品 等着你来拿 欢迎大家赶快参与起来吧 这个今天一上来呢 北京队是11比6 暂时领先 刚才杨老师也提到 就八一队这边 一些防守细节上的问题 回来之后 这个是不是能够 主教练讲完之后 是不是能够调整一下 因为咱们之前啊 看这个王志指导的一些 执教的片段 包括媒体或者自媒体炒作的 这些片段 就大致是一个非常严格的 而且在场上呢 确实就是他强调的事情 如果运动员不马上做到 他是会生气的 那些教练 所以回来之后 咱们看一下 八一队里边是不是有起色 另外呢 北京队今天这个进攻啊 一上来 林初豪里边打的 还是比较的积极主动 现在是五分了吧 一个中投一突破 林初豪 是非常下了 秋天的中距离 秋天没篮 其实你看 八一队刚才这个球 就四个人都在三秒距离 就是说北京队 是这个阵容的时候啊 因为咱们今天从八一 多说一点啊 我说实话 因为弱队是吧 对 咱们都希望比赛精彩一点 就北京队是这个阵容的时候 我其实不能让他在篮下得分 对 因为他外边没有威胁 拉不开空间 那我这么多人 都可以去保护篮下 我肯定不能让他突进来 对 如果你在外边投进 像长林刚才外边 邦当投进一个 这个我认 对 作为教练来说 这个我认 出来这小雨 满开就收在后边 绕过来掩护后边绕过 王教辉 对 把秋天这个又是最后 最后两秒 篮板丢了 自投自讲 半截八一队得六分 对 雷盟中距离不中 就是在国家队分红蓝队的时候 雷盟和富豪都是这个蓝队的队 包括阿尔斯兰 后来是因为蓝队的后卫伤的太多了 就说在后边 防北京队哪一个后卫 现在都是照顾 一会儿要方硕上来 你就不敢这么方了 对 方硕那个投篮能力 非常出色 对 两边是不是都要换人了 八一队里边 这个 段江鹏上一投手 对 但是他换下的呀 是王敲辉 换下了另外一个投手 场上还是只有一个投手 雷盟就是感觉呀 可能还是有点伤的 你看他今天进来之后呢 停球的位置都不是特别的好 方硕汉密尔顿上 这一下北京的篮下强攻 外星的远逐能力 跟开场相比 都有一提升 小雨 出进来 左手 往手 好 咱们 在这边 博奔 祝奈 中国 因为跟北京打 首钢 这个赛季的防守 仍然是 这个赛季的场面十分是第二 但是他的效率应该是 CB里最出色的 非常出色 他对有球一侧强退的 强侧的独色 当你球在转移的时候 他整个的防守顺着你的球 一侧到另外一侧 整体的滑动是非常突出的 所以你打首钢的时候 你的球从一侧到另外一侧 要有非常出色的转移 然后在弱侧要有稳定的投手 对 另外一个 就是首钢其实怕什么 还是怕 因为首钢的内线就是一般 还是怕 怕对 怕内线冲击一下 或者 维姆斯马上往里杀 这也行 风险强杀 或者内线强吃 对 他是怕这个 白衣联防 现在蝉林 哈密尔顿 等出来 方硕 一开始球没拿好 北京队那边 这个除了方硕 哈密尔顿之外 上了这个张卓 张卓 张卓是左手 上规了 一个矮个的四号位 张卓的这个篮下手感很柔和 就是打四号位太瘦了 是 犯规够数了 对 投号上罚球线 只要是犯规就罚球了 第一罚有了 二一 全场的居家鸡 好球分哈密尔顿 北京那边后卫好啊 所以你这个守全场还是要谨慎 是 获得票 过来之后就是多打赏 对 手钢突然之间提升了防守强度 对 换防 在有球这一侧 大家看手钢有多少人 白色的 对 最后倒上24秒为例 没找到出手机 对 你球如果没有从一侧到另外一侧 非常好的转移啊 你很难击破手钢的 而且它里面啊 中锋换了 许忠豪下了 对 它上面是这个谬光阳 谬光阳 嗯 杨本零六啊 这是第三年 去年 虽然第三年 去年没报名 对 相当于第二年 就是你这低位的攻坚能力 肯定是要比许忠豪要差的 是 22岁 电梯 加油 黄硕的第一时间没有找到机会 嗯 吹了八一队里边一个无球犯规 天宇祥这也是追刘晓宇的过程中的犯规 嗯 刘晓宇 刘晓宇 就是在他眼前上进两个了 对 他是收在掩护后边 但是还是被对这条鱼 一加速就上进 嗯 护不了框啊 那一队后一线上阿尔斯兰 阿尔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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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左手啊 哎 哎 抗地位 哎 刺得非常深 对 这球是段江鹏传的 段江鹏我一直觉得就是很可惜 嗯 嗯 原来 原来是三系队的 这个在国奥队也打不球 最早的时候是非常准的一个 而且有身高 嗯 他这个投篮如果一直稳定下去的话 肯定就是 在CBA里是非常好使的 是在三系队的时候 打得非常开放的一个体系下 他整军十六分 对 一直是三系队外线的主要攻击点 对 但是呢 咱必须得说 啊 就是说那时候的三系啊 你跟北京来说呢 出 好球 这俩人熟悉啊 嗯 跟北京比呢 嗯 就是咱们说一层次上来说 就是球队要求来说是两个层次的 对 是吧 嗯 因为你到一个要求比较货啊 嗯 国好文上 根本没有角度 对 出来 段江鹏再交韩米尔顿 张卓前场篮板 嘿嘿 哎 你要不要篮下球感杯吧 篮下球感杯吧 嗯 这球呢 张卓打进之后 北京队是已经领先13分了 八一队请求暂停 嗯 三级回来 第一节呢 还有最后的一分44秒 哎 得不了分 对 看米尔顿 十分 转出来 段江鹏 45度 切入好球 从 外边让段江鹏啊 直接突进来这个 这太容易了 直接把中锋就给暴露了 助攻呢 北京队第一节四次 发一队是两次 郭浩文 回场伟丽 远没了 嗯 郭浩文这赛季的表现 包括这个之前世青赛的表现 嗯 确实有点让人失望 嗯 因为高后卫 咱也说高后卫 这都是挺让人兴奋的一件事 好 郭浩文再往里给 看米尔顿的勾手 没有 一彩线 左脚 嗯 哎呀 王俊杰 嗯 王俊杰是职业生涯第六年了 第六个赛季 嗯 已经30岁了 错 拖篮下 嗯 好球 出来找后卫 阿尔斯兰对方说 张卓呢上来延误一下 阿尔斯兰的抛头 没有 趁低脚 董江鹏的突破 哎 破 董江鹏给大方 最后还是传球了 两个助攻 啊 今天断江鹏这个传球可以 包括刚才高低位扣进去那个造成犯规的 阿尔斯兰 哎 脚步不错 好球 最后呢 是 第二队上来看一下阿尔斯兰机会 确实把握不住 对 进攻能力有限 嗯 但是呢 从防来看呢 就是第一节八一队防的问题也很大 嗯 啊 现在不光是一个进攻的问题 对 啊 进攻你说能力问题 嗯 那么整个从防来说 嗯 啊 那么就是他的他的意识判断 和整个防守的整体性 对啊 呃 八一队的第二节阵容啊 你看他是提高了 平均升高了 内线宁宇加许忠豪 嗯 然后呢 外边郭浩文是达二 嗯 把许忠豪拿回来 嗯 许忠豪在的时候啊 嗯 那说防他起码从位置感来说还是可以的 对 嗯 妙光阳上这段啊 确实篮下的斜防啊 补防啊 嗯 嗯 确实不好 差一些啊 那同时呢 就是你外线和内线的配合 你比如说刚才让段江鹏突那两个 嗯 特别是右手 在在在就屏幕上方 让段江鹏从右侧底线突的那个球 嗯 一般你给他从底线走 那么 那么 这时候就是内线必须要补上去的 段江鹏就是没有空间在突破 对啊 大家好像交流的也不是很多 对 在场上 上底角看一下 来一个 段江鹏这个真的是有点可惜 投篮姿势也很好看 个人也高 阿尔斯兰 出来 好球 郭浩文的三分 还是不进的 其实八一队外线出现不少不少机会 就是一大空位 这应该有 还是不进的 你说阿尔斯兰 郭浩文和雷蒙 这哥仨头啊 我还是觉得雷蒙可能把握性更高一些 雷蒙是这个队里边把握性最高的 嗯 是吧 对 凝红羽就是内线拉出来 凝红羽吧 应该是最高的 对 黄树 贝传 嗯 再给哈密尔顿 三分 好球 哈密尔顿在这场比赛之前啊 场均只进0.3个三分 就是说三场进一个 对 上一场打被最关键时刻进了那个 而且那个战术画的非常的精妙 好的也好 是 后来延误一下 凝红羽45度迁入 好球 两分有效 凝红羽这个第一步的速度可以啊 是 你看刚才这个内部接球之后 顺步 对 嗯 凝红羽其实也是第五年的运动员了 对 对 第五个赛季了 嗯 按他这个高度和身体天赋来说 嗯 还是比较瘦是吧 对 感觉第五个赛季按说 他的对抗能力应该能发展起来 嗯 哦 下大汉 上书豪 啊 比赛季队现在这谁也上了 张才人 其实你看 嗯 就是说大汉在场上这阵子 一下这个就完全拉开了 对 啊 因为第二阵容确实在场上投篮威胁比第一阵容大 对 你段江鹏方硕全在 二十一 嗯 张卓 可以 可以 张卓 张卓篮下手感不柔和 怎么能滚上进去 啊 郭浩文的突分 看一下二次兰 还是没有 二次兰投了三个空位没进了 这个 这个是那谁 张才人补过来的 还是有干扰 嗯 有 有点 嗯 李主豪 长林这球要丢啊 对 这球许忠豪补的还是可以的 对 张卓今天 嗯 没怎么在外边投过啊 还是开始丢了 嗯 哇 林侯瑜 这个啊 哇 那家伙 许忠豪这个真是起不来了现在 上不进 对 当然啊 这林侯瑜的第一下 有走步的嫌疑 是有 确实是有 确实有 那一天二十多分啊 对 有的球 这就不吹了 不说话就算了 真的哈 没必要 哎 张才人的阻挡犯规 许忠豪你看两个腿都是呼吸 是 厚重的呼吸 嗯 二十三又再来一个 终于有了 赶头啊 赶头啊 出空位投的挺坚决啊 其实这挺好的是吧 对 你本身整体上缺乏进攻能力 嗯 这时候要 就得坚决 对啊 这毕竟也是 贾磊在CBA的第一个模板 方硕大空位 这个给方硕这白给 白给 三分大赛 对 三是9比18 对 白一队里边上分太慢了 你要说北京队里防防的有多好 中间有一段你说这突然上强度了 半场就逼了一下 对 阿尔斯兰突分 林虎宇外线的三分球没有 白一队基本上一分 一分钟一分 对 就这三分球啊 你看就是满眼都是三分球机会 你说好 造反规 因为你一再投不进的 北京队就是越瘦越小 收缩 他弱侧就是越敢往一侧补 嗯 其实阿尔斯兰也不能算是绝对的年轻球员了 23 阿尔斯兰第六年了 第六年了 对 好 林虎宇是两罚群重 快速的推进 郭浩文 冲篮下 这应该是前掌球 郭浩文做的是没错 因为北京队汉密尔顿不在场上 然后呢 这又没有秋天 那就是内线的身高 长林和张卓呀 就是这个身高啊 护框不行 八一队其实封线 三四号位这个高度 还是应该往里冲啊 对 各个往里冲 对 林虎宇这边也是 对 他这第一步 第一步突破呀 张卓速度跟不上 是 暂停了 两边 九天来了 嗯 啊 那 这个亚尼斯很及时的做出了调整 对 啊 内线还是得有高度啊 对 两比零七两比零八 有这么一个高度 你要不然张卓和长林这些内线 你确实是完全暴露在对方的冲击之下 嗯 当然就是说 你的分差很大 你很奢侈是吧 对啊 你不在乎 但是从教练来说 你看到 看到问题 还是得调啊 好 还在这边 其实啊 二十一 在联赛初期 嗯 八一男兰只要是一手全场紧逼 但是别的队 对面那队就准死 对 五分钟 十五分 二十分出的 对 回来之后守年房 哎呦呦呦 差点 哦 郭浩文断下来了 犯规吧 这个 犯规 犯规 我好 犯规 呃 林初豪个人第二次 嗯 嗯 对 在在那个时候 我印象很深 因为在 呃 在2001年的那个广州的全运会 嗯 然后当时 当时 刘一栋绝杀 刘一栋绝杀 对 八顿将军的子弹 嗯 嗯 当时大志坐在替补席上啊 然后 然后一次暂停上去 王飞 王飞指导 嗯 上去 上去换一个全场紧逼 嗯 换一个全场紧逼 然后 就是说这个球一定要逼 打谁我吧 嗯 然后对方一发球啊 这边啪一手全场紧逼 大志 大志在这边 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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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第三个丢球就断下来了 丢了 哈哈哈 就就 就断下来了 方硕 哎 今天方硕第二个三分球 对 而且二次来切入进来 被盖掉 啊 还是秋天的干扰还是挺挺明显的 对 过来的八顿得赶紧退防啊 嗯 郭浩文的犯规 有这种和林淑豪一对一的机会啊 嗯 郭浩文肯定是会打得更加积极或者说更加凶狠一些 毕竟这运动员的心气还是非常高呢 对 今天初豪感觉这个胳膊上啊倒没什么事嗯脸上感觉是打轻了 因为这个咱们有专门有这个林淑豪的球迷啊给他我好像给做过一组组图嗯说是没场比赛完了之后身上准挂彩是 好又是两罚全中嗯 现在比赛里呢林淑豪是拿到了10分了10分两个篮板三个助攻 富豪 富豪 来被切掉 看北京队反击 林淑豪一条龙漂亮 脸 будет少啊 他这个这边有得叫三婷了 眼瞅着分差奔40了 暂停回来 上场比赛的受关阶段啊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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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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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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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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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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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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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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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